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产丰厚的他 为何会放弃事业 而投入这个募款工作 累经过大风大浪的他 在佛祖面前 有一个顿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各地募捐了不少米 他们遵从古法 坚持一斗6.9公斤 从最早由米商进货 到选用给低收入户 更好品质的台东优质米 就是要给民众健康的饮食 先打电话去他们当地的社会客 负责低收入户的小姐 然后询问他们当地 总共有几户的低收入户 然后各个乡镇这样统计起来 大概的数量 然后再跟神火开的 那个米斗树下去做核对 然后再发公文给当地的 那个社会客 然后就告诉他们 请他们在什么时 什么正确的日期 什么时候 然后请他们派人 派车协助我们发放 因为我觉得这个行动很好 可以明扬两立的工作 而且我们本身都有 带那个天命下来要行事的 能够把这个厨厂转换一下 不以那个烧金烧金属为目的 然后我们把它转个厨厂 然后征召那个圣主的圣事 用紫天米来谱化众生 了结应验 有很多人 一些人就善心善念 他做多少 助油 助油墓间 他一百块也不能嫌他少 十块钱也不能嫌他少 一旬十天盘与地盘的意志不失 因为对他们而言 这不只是度人更能度化孤魂 我们主要这个十天盘是要借由 我们圣主的那个红法 以乾坤运转 还有那个无中生庙有之法门 来运转这个明阳两立 得以让地方的一些灵源 以及人 身心灵的部分能够聚全 能够健康 这个孤魂野鬼 把它度引到一个特定的地区 叫化 才不会老是那个主走 轮回 比较不会意外化 直到今日 共有上万斗白米 收回上万个低收入户家庭 他们都以当地工作名义发放 默默的耕耘 但是俗语说 雪中送炭的少 井上添花的多 他们希望透过跑转引玉 唤醒现代人所缺少的 悲天闭人之心 那些人 那些事 不会只存在于 魂元圣祖圣道院 而是在你我之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